欢迎大家收看,《环月首期》 上一集提到罗兰之歌《神剑》 在法国失踪 究竟失踪代表什么? 其中一个大家有点怀疑 就是与现在法国大选有关 法国大选在我们做节目录影的时间 结果虽然初步定了 但文说法国政治有相当动荡 在这麽动荡的时间进入 突然间不见了一把宝剑 当然引起很多的瑕疵 至于阿塞王 我们上一集提到阿塞王的传说 为何有这麽多和神秘学有关的事情 原因很简单 第一件事 就是阿塞王的传说出现的时间 就不是阿塞王的游长 在英格兰的地方出现的时间 是迟了很多年 是迟了几百年 事实上到今天 英国的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 他们都不敢肯定 真正正出现过阿塞王的一个人 真人 有一些近似的人 但是跟那个传说说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是找不到证据 找不到他的事迹 最多就说曾经在英格兰 有一些所谓安格鲁薩克顺人的游长 曾经在罗马帝国撤出英国的岛之后 就跟这些贵特人打了一场大战 是这么多的 就没有说到后面那些原创武士 甚至当时不可能有这个 我们后来见到中世纪的武士的规格 所以一定是一个传说来的 但问题就是传说为何会来呢 而奇怪的地方 传说来的最初的时候 就不在英格兰本土 是在法国 出现的时间大概是十字军东征的时间之后 没多久 甚至发源的时间 就是这个传说发言的时间 就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法国发起的时间 这可以简单说说 十字军东征发起的一个历史 当时大概是1088年 或者如果中国 就是公元11世纪 就是说在欧洲就发现很多去朝圣 去耶路撒冷朝圣的信徒 沿途都受到攻击、抢凉 甚至那个地方本身 耶路撒冷的地方 被伊斯兰的武装力量占据了 于是乎一位教士公开说 我们不行 我们全基督教的武士 我们要走去打回耶路撒冷 结果一呼百应 但最先的地方 就是在法国的香槟区这个地方 香槟区当然大家知道 主要是让汽酒 但让汽酒他们很霸道 只有他们这个地方让的汽酒 叫做香槟 其他地方都是汽酒 但不是香槟 他们首先就发动了武士 其中一个就是圣殿骑士团 当然这个故事就耳熟能长 就是圣殿骑士团 最初由几个人去保护那些去朝圣的信众 但很快就发展成了很强大的武装力量 这个武装力量当然有很多传说 后来他们就被教廷和法国的国王菲利尼 但这是几百年之后的事 这个过程本身充满很多的谣传 就说他们在犹色冷道做了一些事 例如挖了个地道 去找了一些宝藏 这个我们将来会再说 但是呢 为何就与阿塞王的故事起上的关系呢 就是在同一个地方 这个阿塞王的传说 就是有一班所谓淫游诗人 如果我们用这个中文类比 就是一些唱平坦的人 其实欧洲这个是相当强的传统 最古老就是 譬如在古希联有这个河马史诗 传说当时他不懂字的 是文盲来的 但是他的脑子可以记得很长很长的一些史诗 由这个木马屠城记 最初为何要打这场仗 一直到这个尤利西斯 如何是打完仗之后 回到家的时候 就留作了这个荒岛十年 那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但是呢 他不用不记 他就拿起一个琴 他就可以唱出来的了 其实这一类的史诗 都有这样的特征 譬如在西藏 薩戒易史诗 又是呢 就是不用记的 而且就可以一路弹 一路自己再去加炎加噪 这个史诗 原来在中世纪 尽管已经有文字 即这些骑士或贵族 他们懂字 但他都很喜欢听这些史诗 是一路任司作队 或者彈琴 就唱出来 在这个时候 就有人创作了阿塞王的传传出来 但是这个传说 跟我们刚才 我们上一集讲过 是有几大的分别 没有那么多料 甚至具体的时间和历史 都是很多想象的成分 于是乎 有很多疑问 究竟这些传说 或者史诗 根据什么去创作 这个创作的过程 第一件事 研究中世纪的文学的历史学家 他们都招了头 究竟是怎样来 都突然爆出来 但最奇怪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这个史诗 跟后来这个圣杯的传说 就扯上关系了 圣杯的传说 你可以说是Holy Grail 圣杯 这个圣杯 如果后来的传说是怎么说呢 就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用来喝酒 和信徒去聚参的时候 用那个酒杯 如果你看这个大文西文码的时候 不是 大文西的创作那幅画 最后的晚餐 你会见到这个杯 但又不止这个杯 就是说 到了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有一个信众 又叫约瑟 又是祖神 但这个不是他爸爸 是一个信徒 就是他将耶稣的血 滴进去那个杯 一直吵起它 这个杯 就成为圣杯 接着圣杯流到不同的地方 有很多传说 甚至到现在都说 这个圣杯 不知道放在哪里 可能在英格 英格 又可能放在意大利 又可能放在法国 很多很多传说 整件事的疑问 就是说 他里面说到最后 这个阿塞王的武士 他们要追求圣杯 为何要追求圣杯 原因就是因为 阿塞王 他尽管 他初初的时候 他那个王国 是风衣足食 很好 那些人又善良 那些武士 騎士又行合仗义 但是久而久之 發生了一些很不幸的事情 例如其中一个武士 而兰斯洛 就跟皇后通姦 这个是出自一个真心的爱情 就是以一个皇后 真是爱上了兰斯洛 这个武士 这个兰斯洛 也真是喜欢了他 但毕竟在这个封建的社会里面 这个就不可能好像今天说 我们离婚 我们去和兰斯洛 结成一个另一场婚姻 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是在中世纪 这个是罪大恶极的 但是于是乎 两人就处于一个 非常痛苦的情况之下 而皇帝又好像 这个阿塞王 又好像知道这件事 结果就驱逐了 这个兰斯洛 自我驱逐了 自我流放 接着又发生了很多 这些武士 就争权夺利 又四出走去 要寻找这个圣杯 为什么要寻找圣杯 就是因为 这个传说就是 如果找到圣杯 跟着这个阿塞王的王国 可以恢复它以往的范荣 以及人心 就可以重归这个善良 但是这个寻找圣杯的过程 很多武士都是死了的 当然这个寻找的过程中 遇到很多不同的这些敌人 有另外一些武士 有怪兽 例如恐龙 有时就会赢 有时会输 但结果最后 它全部都是死了 不能够寻找 唯一一个人 没有事是寻找 这个叫什么 我们今天有一条街名 就是波斯夫 Percival 为什么这个武士 可以找到圣杯 原因是因为 他是最蠢的 他最初不是武士 最初是亚世皇 最初出生的一个 在荒野住的一个无妇孤儿 他有母亲 但是没有爸爸 为什么他找到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最蠢的人 但这个蠢的人 就是说他是没有任何的基心 是一个最善良的人 于是他去找到 但他找的过程本身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他有一天 就去了一个古堡那里 古堡里面 就有一个寶主 就招待他 那个寶主 到吃完饭的时候 就有一班很美丽的士女 就出来捧着一个杯 他就问 问他有没有事 这个杯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最后这个武士 他开始是不懂得回答的 不懂得回答之后 就说 好吧 你不懂得回答 你快去睡觉吧 睡觉第二天 就发现那一步 是一个人都没有的 他就跟着再去找 结果呢 在稍后的时间 他就答了这个问题之后 就找到这个圣杯 传说是这样 但问题就是 整件事本身很模糊 究竟为何有这个问题呢 为何有这个圣杯呢 其实就是有人怀疑 这一段所谓的传说 后面其实就有一个密码 这个文章牵涉到 就是这个圣殿骑士团 他们在耶路撒冷里面 所找到一个秘密 当然后来就有很多人 穿坐附会 譬如最出名的就是 这个大文西密码里面 就说到这个耶稣 其实就没有写在十字架上面 他结了婚生的儿子 他的儿子 他的后代就在法国那里 就成为了这个王座 而甚至呢 某几个法国的皇帝 就是真正他自己的后代 我们不能 不一定要商 我们可以当这个 纯粹一个小说 但问题就是 这个圣殿武士 和这个传说本身 即是王的传说本身 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 甚至怀疑就是 他们透过这个团说 避开了这个 梵粹江教庭的一些审查 去讲出了一些秘密 特别是圣杯的秘密 我们今天就无从去提供的答案 但我们可以讲的就是 星电武士 他们真的在耶路撒冷那里 做过一些法轨的工程 到今天为止 因为耶路撒冷下面 其实在圣殿山下面 是真的有秘道 有地道在那里 这些秘道的工程 是相当之 在当时中世纪来说 是相当之先进的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圣殿武士 即使他们不是找到一些秘密 但他们曾经尝试过尋找一些秘密 可能是耶稣的墓 或者是这些 牵涉到这些 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留下了宝藏 但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是找到 或者是陷入找不到 都不能够与梵蒂江的教庭分享 所以一直以这个秘密保存下去 这个秘密可以说 就是圣殿武士团 他们招致杀身之禍的原因 因为圣殿武士团 无论我们今天以什么理由去估计也好 他们后来变成一个 非常非常强大的武装力量 有远航的能力 甚至是做了当时 这个所谓钱庄的服务 具体的做法就是 例如我在这个地方 我有笔钱 我不方便在一路元老 就是拿去有杀冷 或者其他地方 因为沿途我可能被这些匪徒 这些山策可以打劫 我亦可能不见了 甚至拿也很麻烦 那时候我就放在那里 你和我开一张发票 我就在那里拿一张发票 再在那里提钱 而中世纪的时候 这个圣殿武士 已经能够做到这样的 等于我们开检查 或者我们开这个所谓 LTC 这样的做法 这个发展 当然很先进 但也招致了 这个圣殿武士被妒忌 亦被怀疑他们有一个 威胁到教廷和法国国王的力量 于是他们被杀 但这个圣杯的传说 和他们的关系本身 我们只能够说 我们只能够到此为止 就是整个阿塞王的传说 其实后面是一个密码 至于是一个什么密码呢 当然众说纷纹 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 我们当然不能够 去提供给大家答案 但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历史事件 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 都可以多多留意一下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